我想招偏财 横财 邪财 这怎么办 不知道大家从这能不能看清楚 它里面是一个小鳄鱼 现在呢我们看的呢就是猫路过 我们知道有最顶级的人胎路过 是不是就是养鬼啊 养那种阴的东西 会不会就对我的运势不好反噬啊什么那种 哈喽大家好我是杨仔 哈喽大家好我是壮壮 我们呢是一档普及泰国佛牌知识 揭秘泰国神秘文化 登门拜访泰国各大高僧大师的科普类访谈节目 我们的频道呢仅仅开播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半年时间 一万粉丝了 一万粉丝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为了我们庆祝一万粉丝 我们呢决定转发此条视频的朋友呢 就有机会得到孔雀王寺庙出的珍贵佛牌 珍贵佛牌 对 因为是真的亲孔雀王亲自加持 亲自制作 而且又请了好几位师父一起加持的这个圣物 一个是昆平佛 还有一个就是孔雀王的自身像 我们呢抽出抽取几位幸运的观众 把这个牌和师父的祝福免费送给你 你看 关注我们的频道 不光有好礼得 而且还有很多的丰富的知识 今天这期呢又不一样了 对 我们要点一个更特别的法门 对 因为这个法门呢 我们是从来没有采访过 也从来没有接触过 这个法门就是什么 是我们泰北最有名的叫自然法门 什么叫自然法门呢 走 我带你去看看去 OK 走 阿赞虎大师是一位擅长自然法门的大师 那我们现在就问一下 大师他学这个法门是源自于哪里 你好 阿赞虎大师 阿赞什么 阿赞虎大师先通过 阿赞虎大师学习什么 师父13岁 出家当僧人 跟谁学呢 跟我们青迈最著名的大师 也是一位百岁大师 然后他是金申阿罗汉 也就是古巴登迪 当时泰王啊 泰国国王 也亲自来到青迈来拜访 这个古巴登迪大师 古巴登迪大师 虽然说现在已经元祭了 他元祭两年了 但是他金申不乎 所以被称之为金申阿罗汉 然后师父呢 在跟古巴登迪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 然后呢 又去跟青迈这边很有名的一位 一位降头师 叫破耸 跟他学习 当然了 破耸大师呢 也去世了 这位老人呢 非常非常好 而且法术确实厉害 我当时并不会什么东西啊 我都在他们家感受到非常强大的力量 和听到很明显的声音 所以我们可想而知 阿赞虎大师 他的这个传承是多么的有序 他的法术是有多么强大 但是今天呢 我特意要跟大家介绍 阿赞虎大师什么法门呢 就是自然法门 也就是大师运用所有能源自自然的这些生灵生物 然后呢 来制作这些圣物 现在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师父的自然法门都有哪些圣物 好 我们都能够在哪些圣物 阿赞虎大师 这就是什么呢 阿赞虎大师叫做 Mangmum Mangmum Bung Mang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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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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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赞虎大师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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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师父给我介绍了一下 我说这么大的蜘蛛 是从哪里找到的呢 首先第一点 时间得对 必须得要是在雨季 或者是量季 这个蜘蛛自己从它的洞里面出来 然后呢 它的时间就到了 然后师父再拿过来做成这个圣物 但我们在这里所有看到的这些小动物啊 都不是说人为制造的 就是让它死亡 然后做成圣物 都是自然死亡 然后才能拿过来做成圣物 师父才可以运用这些法力 把自己的灵力啊 注入到这些小生灵的身体里面 让它帮助善心 有很多粉丝啊 咱们的朋友啊 一直在问我 你们都老是说正财啊 正圆啊 这些 我想招偏财 横财 邪财 这怎么办 有人喜欢 我们没事玩两把 是吧 玩玩牌啊 是吧 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 怎么招偏财 邪财 横财 也就是用 运用这些自然法门 比如招财之珠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 这么大一条 当然了 这不是佩戴的 因为太大了 非常非常大 这不是佩戴的 这是要供奉在家里面的 这是一个 大蜈蚣 而且是红头蜈蚣 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应该知道 在马来西亚呢 很有名的一个叫蜈蚣猪 这个呢 我们在阿赞斯师傅那里也见到过了 今天呢 我们就看到蜈蚣猪的本主了 只有这种大的红头蜈蚣 还有青头蜈蚣 才会产生蜈蚣猪 这么大一样 基本上跟我的手臂一样长 然后我们还看到后面有很多福管 师傅把自己的法门呢 通过这种写福的方式加在一起 让他呢更有力量 他的力量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的财运受到了阻碍 你的感情运受到了阻碍 然后呢就可以去请他 然后呢帮你打通你的财运 打通你的感情运 让你有很多路走 哎 让你很通畅的走 这个是我这个这个是很好的 但有 但是有的朋友说 这个太大了 我在家里面不方便 不方便供奉 或者我带出去不方便 那怎么办呢 就是有这种小的 小的这种蜈蚣牌 比如说你要去出去啊 去玩一下牌是吧 你带这么大的肯定很明显是吧 这个呢就小小的带在腰上 或者放在你的钥匙上面 然后呢就可以一起跟你带进去了 我们原来介绍过呢 阿赞师师傅呢 有这个蜈蚣游 也是蜈蚣法门 但是呢阿赞虎大师呢 他的蜈蚣法门是什么 他的蜈蚣法门是偏才 横才 还有这些邪才 还有什么 你的才不来 你的运不好 你的路不通 帮你去打开你的路 让你有路可走 不知道大家从这能不能看清楚啊 他里面是一个小鳄鱼 是一个鳄鱼胎 我可以看到他还有这个 怎么说 胎盘呢 应该是在鳄鱼 还是鳄鱼蛋的时候 然后呢 他死了 有可能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阿赞虎 这就是 路 测漏 测漏 对 在鳄鱼呢 在水里也可以找食物 在陆地上呢也可以找食物 所以说师傅说 不管你是在路上做生意也好 还是在水路上做生意也好 都让你的生意呢很好很好 然后我们看到呢 这个测漏 这个鳄鱼的肚子呢 是满满的 就好像 你一样 如果你去供奉 去佩戴这个鳄鱼的路过 不管你在水路 还是在陆地上 都是赚到这个盆满波满 这个呢 我要特别的介绍一下了 这个怎么说 这个中文啊 叫做西柴蛇爪 这个蛇爪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要巨型的蟒蛇 就是弓的蟒或者燃 身上才会有的 最早之前呢 这个蟒呢 是有脚的 是有足部的 就像四脚蛇一样 是有足的 但是经过时间呢 慢慢退化了 退化以后 它会把这个爪呢 吸在这个腹部里边 每一次跟雌性交配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爪伸出来 勾住雌性的腹部鳞片 然后呢 让它进行交配 师傅刚才跟我讲 那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 如果你拥有这个 西柴蛇爪 你会什么 找工作很容易 找钱也很容易 找生意也很容易 什么都能让你抓得住 所以说这个七柴蛇爪呢 是很难得的生物 因为 我们要知道 巨型的蟒蛇也好 还是燃也好 是非常非常难捕获的 更何况说 能找到像这样的 这个蛇爪 而且必须得是弓的 这是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这个是很神奇的啊 就是我当然我自己在泰国待这么久了啊 然后我也见过 有两个尾巴的壁虎 但是九尾的壁虎 你们见过吗 这种呢 是当然了 是因为它的变异 长出了这么多条尾巴 但是呢 在泰国的法门里呢 这种九尾壁虎呢 是至高的一种横踩法门 能有九尾的这些动物 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灵性的动物 所以这个九尾壁虎 它会帮你找财 招财 招客人来 因为我在我的脚上呢 也有这个壁虎法门 但是我这是双尾壁虎 但是九尾壁虎的这个法门 真的是招客人最高的法门 如果你开店 自己做生意 需要你的客赐云来 需要你的客人源源不断 就叫请这个九尾壁虎 帮你去招客人 现在呢 我们看的呢 就是猫路过 我们知道有最顶级的人胎路过 人胎路过完了以后是什么 就是猫路过 然后才是野猪的路过 一个呢 是胎死腹中 一个呢 是生出以后死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一边有毛发 一边没有毛发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面呢 有两颗骰子 这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喜欢玩的 大家都懂了 是是干什么用的 他有他这个神奇的法门 可以帮助你 怎么说 无往不利 战无不胜 我们现在看到师父面前的这两尊 是什么呢 二哥峰 二哥峰来自于广东 潮汕地区 他本身是承海人 潮汕人 来到了泰国以后呢 在泰国定居 当时孙中山先生来到泰国的时候 他也大力的去帮助孙中山先生 所以呢 被在泰国的华人称之为人神人仙 泰国有华人里面有一句话 也叫谚语吧 叫生有二哥峰 死有大峰公 二哥峰和大峰公 都是潮汕人的祖师 大峰公也是来自于潮汕 一直供奉在这个 华人啊 潮汕人的这些庙里面 何为生有二哥峰呢 也就是生财生门生路 都要靠二哥峰 死有大峰公是什么 就是死门死路 就要请大峰公了 帮你去挡这些不好的事情啊 帮你去挡这些灾啊 挡这些降啊 帮你去开通你的路啊 什么这种 因为刚才那个路过呢 有可能你的家人接受不了 或者你自己也害怕 那怎么办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在家里面供奉这个二哥峰 视频前呢有很多朋友啊 就是会很害怕 哎 比如说我要养这些 是不是就是养鬼啊 养那种阴的东西 会不会就对我的运势不好 反噬啊 什么那种 刚才我特意帮你们问了一下 师父 哎 如果你要养 路 人胎路过 哎 这个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如果你的运势 非常旺 你的人胎路过 会帮你的运势更旺 但是相反 你的运势降低了 这个人胎呢 路过呢 就会帮你的运势拉得更低 所以你们认为那叫反噬 其实不叫反噬 是你养他 养这个人胎路过 是必然的现象 比如好比某张姓这个明星 大家都知道 他在家里面养很多 很多这种路过 人胎路过 而且是非常贵 上百万请过来的 而且请来的呢 都是东南亚这些名师的 不光是泰国的 也有很多马来亚 印尼啊 菲律宾啊 这些黑乌师做的 也有很多 你看他旺的时候 红的时候 真是大红大紫 一线一解 对不对 但是突然间 负面的新闻来了 离异啊 家庭破裂啊 事业受阻啊 甚至于消失在大众面前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 养人胎路过 和这个养猫胎路过的区别 猫胎路过是 刚才师傅跟我讲是什么 半神半鬼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养这个猫胎路过 是跟没有关系的 他帮你赚钱 帮你去开运 帮你去越来越好 你只要对他好 他就不会去害你 不会去 让你变得运势低 拉低你的运势 这是不可能的 对 像这些鳄鱼 蜘蛛啊 蜈蚣啊 这种自然伶俐的生物 是不一样的 跟养鬼是有很大很大区别的 啊 他怎么办 我也不差 你一个动 我量啊 量啊 量啊 首先第一点呢 说什么 我 我们的粉丝 请玩这些圣物也好 还是游也好 我都会把这个心咒主动交给大家 嗯 刚才师傅也是这么跟我讲的 如果养这些 很有灵力的东西 圣物啊 养在家里面 你上香也好 去供水果 供饭啊 供这些好东西给他们都好 这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用这个心咒去养 所以说 你旁边我帮你录好了 你按一下 然后放给他听 这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发自你的内心去 你自己去念这个心咒 给他听 然后他才能跟你产生共鸣 他才会帮到你 所以说 我承认这些心咒会有点难 但是呢 我也会交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呢 学学了以后 不会别着急 要慢慢学 学到自己会为止 然后呢 去好好的去养 当然了 这些对你也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 非常感谢师傅呢 帮助我们答疑解惑 让我们了解了更多不一样的 泰国文化和泰国的知识 也教会了我们怎么去供奉 非常非常感谢大师 好 OK 这一期呢 我们就到这儿 我们下一期再见 记住点赞关注哦 拜拜